这个月6号三名美国联邦参议员联美访问台湾时 宣布将提供台湾75万剂疫苗 在今天的参议院亚太事务会议上 主席特别询问这75万剂疫苗何时送抵台湾 美国国务院亚太复兴费德威表示 疫苗何时打包交付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德威表示美方积极和台湾其他外交伙伴密切接触 鼓励他们不要受到疫苗或是投资利用政治胁迫而改变立场 台湾才是可靠的火 这需要疫苗的台湾提供最多200万剂的剂量 以对抗中国散布美国不关心台湾的错误讯息